请坐下 过去一年 我国发展面临多重困难和严峻挑战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国各族人民以坚定的信心和非凡的勇气 攻坚克难 开拓进取 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 稳中友好 完成了全年主要目标任务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.7万亿元 增长6.9%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 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推进 互联网与各行业加速融合 新兴产业快速增长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蓬勃发展